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十一月四號 星期六的中視新聞 全球報導 新聞開始帶您關心 在高雄市三明區 發生這起驚悚的死亡車禍 當時有八輛機車 在路口停等紅燈 但是後方的轎車 突然暴衝追撞 就像打保齡球一樣 撞斷了變電箱 最後撞上電線桿才停下 一名騎士被沿路拖行 卡在車底 當場曾死 還有六名騎士被撞倒在地 肇事的女駕駛下車嚇壞了 不斷說自己煞不住 不排除可能是穿拖鞋開車 卡住油門 才會暴衝臉撞 梯子路口紅燈亮起 後方白色駕舞車卻高速暴衝 追撞前方八輛機車 就像打保齡球 撞了繼續往前衝 撞斷變電箱 最後撞上電線桿才停下 撞上電線桿才停下 趕快回家 趕快回家 肇事駕駛就是這名富人 脫困下車還光著腳丫子 撞大禍 整個人嚇傻 因為車頭前騎士被拖行 當場死亡 六名騎士倒地哀嚎 當場怒罵 死亡車禍發生在高雄市 三明區鼎立路 女駕駛是鐵工廠業務 要開車上班 疑似五彩油門連環撞 造成一死六傷 被撞死的騎士是裝潢工人 也是要去上班途中 疑似油門操作不當所造成 懷疑可能就是駕駛座裡 拖鞋闖的貨 因為穿拖鞋 兩鞋或是高跟鞋 開車都可能卡住煞車或油門 失控暴衝 後面沒有綁帶的 就是綁住我們的腳跟部分 那個鞋子都不要穿 最主要就是怕預防腳跟鞋子脫離 造勢女駕駛一試穿拖鞋開車 不排除停等紅燈時 卡住油門或煞車 暴衝 言路狀 申訊後依照過失之死罪 移送法辦 記得劉獅之蔡公集王 書宏 高雄報導 臺北市信義區有機車騎士疑似超車 沒抓好車距 當場追撞前方小黃 騎士更是當場噴飛機車 猛撞分隔島 另外在宜蘭的藍陽大橋旁 有一輛要價上千萬的法拉利超跑 過彎時高速撞上分隔島登桿 又噴飛撞到路樹 車頭全撞爛 前方機車穿梭車陣中順利通過 後方騎士想要效法距離卻沒抓好 直接追撞小黃車屁股 整個人向左噴飛 在地上三百六十度翻滾一圈 機車猛撞分隔島 重摔在地 再看一次這驚險瞬間 騎士臀空翻滾 連一雙鞋都從腳上甩飛 當場愣住待坐原地 還好後面駕駛 下車及時才沒釀成 罪狀事故 不過這名騎士可就沒這麼幸運了 一輛貨車硬是左切向騎士逼近 騎士忙按喇叭示意 不過貨車卻 恐怖撞擊力鬥讓民眾嚇得驚呼連連 因為撞得不成車樣的 是一檔要加上千萬的法拉利超跑 駕駛疑似失控打滑 自撞分隔島跟行道樹 索性車上駕駛及乘客並無大礙 另外在高雄則是有問蔣疑似精神不計 清晨五點多行車返家 卻一路開車往右偏 自撞路邊停放的轎車 小黃當場九十度翻車 駕駛自稱是為了閃狗才會釀成擦狀 不過卻殘遭路口監視器 啪啪打臉 路上分明半條狗都沒有 看來問蔣是真的需要回去睡個覺 補足精神再上路了 記者臺北綜合報導 彰化市在凌晨發生有黑衣人群毆事件 民眾拍下影片 十多名男子在街頭悟吼 就連著超商外的雨傘 都成為了攻擊武器 後來被害人疑似躲進汽車修理場內 還有人直接爬上路旁的鄉行車頂 朝著監視器猛砸企圖滅政 警方事後帶回了十八名男子 但是這裡面竟然只有兩個是成年人 黑衣男子拿球棒爬上鄉行車 對著監視器猛砸 一下兩下三下四下手起棒落絲毫不留情 旁邊朋友一邊嬉笑還拿手機紀錄相當囂張 整個過程也被附近另一台監視器拍下 會這樣做是因為他們先跟別人在對面超商有衝突 才會拿球棒破壞監視器企圖滅政 張畫師兩名年輕人在網路上跟彭信少年有糾紛 三號凌晨一群六個人把對方約出來談判 結果彭信少年也不是省油的燈 找來另外十一個朋友助陣 總共十八個人在街上亂鬥 不只徒手出拳 還有雨傘木棍齊飛 最後是彭信男子的人馬打贏了 還拿球棒到對面砸監視熄滅症 警方一共帶回十八人 其中只有兩個人成年 雙方因為網路上流言互嗆 把衝突帶到現實中 還意想天開 破壞監視器 年紀輕輕就要接受法律制裁 記者臺北市日前 有一輛天母網公館的公車 行車途中有一名腳踏車騎士 認為路線被公車阻擋 心聲不滿一路跟車 還趁著司機開車門的時候 上車狂罵司機 結果司機也氣不過 拿起投幣箱做事要攻擊 場面相當火爆 口罩男衝上公車 氣炸發狠 公車司機更是李志憲 差點斷線 拆下投幣箱 上手揮舞 只差一秒就要朝對方臉上灌下去 被逼到車外 人都站在馬路上了 口罩男嘴上依舊不饒人 持續挑釁 車上乘客全下呆 沒人敢制止 就怕被波及 因為前名男子幾分鐘前 衝上車挑戰 一開口就很衝 原來二號中午司機開著公車 行駛在台北市中山北路 準備返回貼姆 在福林橋下為了閃車 靠右行駛 引起一旁騎著腳踏車的口罩 難不滿 一路尾隨叫囂 最後更趁機衝上車 喷罵標司機 機腳踏車穿梭車震 一路尾隨 危險不說 還在大馬路上爆發爭吵 超過一分鐘 被怒氣衝昏頭 將眾人的安危置於腦後 實在不可取 在高雄有一名誘捕流浪犬 去捷獄的志工 在昨天晚上作業的時候 被一名男子突然出手狂殴 打到鼻血狂流 眼睛淤青 原來動手的男子 誤以為這名志工 是來亂餵流浪狗 因此爆發肢體衝突 而令志工不滿的是 當他被打了之後 跑去報警 但是滿臉是血 到派出所做筆錄 原警卻叫他等兩個小時 他抱怨警方不通人情 要打到老闆 老闆 打到流皮 我流皮起來 誘捕流浪狗絕育的志工 拍下影片說 被民眾爆打滿臉是血 我打到老闆 等一下 你看一下 三號晚上六點多 志工在高雄人舞區 誘捕浪犬 遭一名男子怒飆三 至今還出拳打人 當地里長也趕來 致工當場報警 打人的男子 疑似討厭流浪狗 把右捕誤認 餵食爆發肢體衝突 致工決定提告 明明自己被打到滿臉是血 想報警做筆錄 原警卻說要等兩小時 實在離譜 爆了警也要繼續打 我這樣子我都已經受傷成這樣 我都願意撐到警察局 做筆錄 你還要我等 當下所內同事受理 多起案件中 遠警告知 澄清民眾稍後或可先前往醫院就醫 被打到全身傷痛到動尾 尿自己到醫院驗傷 頭部外傷 在臺北市有一名林先生 在外送平台上點了林口 一間豆漿店的米漿 當作宵夜 想不到直到喝完了米漿 才發現杯底 竟然有一隻活生生的小牆 在超燙的米漿裡面 游了半天居然還存活下來 與他四目相去 讓林先生超反胃 現在衛生局也將介入雞茶豆漿店 飲料喝到見底 卻吸到大珍珠 林先生頓時心頭一驚 不對啊 點的是米漿 怎麼會有義務 一看飲料杯 瞬間變成恐怖香 杯底一隻烏漆麻黑活跳跳的小牆 透過杯口風膜 跟他四目相去 重點吸管小鳳 根本不夠小牆進去 代表小牆 不但跟著米漿一起裝杯封口 還展現頑強生命力 一路游泳到米漿喝完 還差點整隻被膝下肚 反胃感直衝腦門 回想起差點吃到爬行蛋白質 林先生肚子裡胃酸洶湧 四後凌晨 因為太太肚子餓 林先生就打開外送平台 在林口一間豆漿店 點了兩杯米漿 小龍湯包還有奶茶 想不到熱米漿喝光了 才發現裡頭有蟑螂 第一當然是絕對不敢再去 第二是看到如果有風口 我可能也會想到這件事情 實際來到位在新北市林口 這間豆漿店 事發後依舊正常營業 蟑螂米漿水事件 每個員工都有耳聞 但也很意外 超傻眼 豆漿熱的倒下去 只是這種豆漿類飲品 店家疑似是整包帶回來 分中賣的 就算是會閉氣的蟑螂 也無法長時間不呼吸 實在離奇 當時豆漿店店內還擺放 衛生公司認證的尊榮會員證 現在看起來格外諷刺 不合法就開罰 食安疑慮不能有 只是民眾花錢叫外送 半夜想記起五藏廟 沒想到去喝了三百CC的小牆洗澡水 跟滿肚子驚嚇 恐怕日後對被封膜的飲品 有不小隱隱 借姚立強的採聲 倉庭報導 新北市蘆州驚爆 當街持刀追砍事件 就在昨天凌晨 有民眾在大街上目睹三名男子 持西瓜刀追車狂砍 驚嚇報案 專案小組一個小時之後 在三重逮到人 發現雙方是因為五十萬元的債務 喬不龍 欠錢的人竟然還跟債主 料狠話狂酸 還債主李志縣斷裂 夥同朋友當街飛車追逐被害人 還持刀爆砍 手拿著好大一把西瓜刀拔腿追車狂槍 三名男子暗夜尋仇窮 窮追不捨持刀狂砍車 民眾好驚嚇卻也見怪不怪 拿刀的這一堆啦 開箱還比刀拿刀多了 三人持刀大街追逐 甚至搏命衝到車前 肉身當車左跳右跳 想逼對方下來 眼見被害人踩油門逃命 三人繼續衝衝衝怎麼回事 驚悚追看就發生在新北市蘆州人口密集的住宅區 二十三歲陳姓男子做買賣 欠了二十六歲姚男五十萬 說會還錢就是沒還 三號凌晨雙方相約談判喬债 想不到欠錢的最上功夫卻不饒人 債主鬧羞 活同同伙 先是飛車追逐 接著下來持西瓜刀 看車賭人 戶爆當街持刀追車 警方不敢大意成立專案小組 從蘆州一路追 異消失後在三重呆道的人 還搜出刀寫 三名犯嫌全部年僅二十歲出頭 都有妨害秩序前科 這下只因為敲債超不攏 當街持刀追砍 千杯拿到 先被送辦 記者中成良 黃玉蘭新北市報導 有民眾在今天上午經過花蓮後備指揮部時 發現國旗竟然被倒掛 對於鬧出大烏龍 花蓮指揮部是表示 由於升起手是新兵 幹部也沒有確實督導才會出狀況 已經改正錯誤 並且會加強教育訓練 今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隨風飄揚 但修旦淨淚怎麼有點怪怪的 鏡頭拉近再拉近 考驗你的好眼力有發現了嗎 這國旗根本是倒掛 而且地點竟然還是在軍營 這剛才出現的失誤啊 國旗耶 這滿誇張的耶 這太扯了 這樣是可以的嗎 這個應該會被罵很慘耶 實在太離譜 四號上午 民眾經過花蓮後被指揮部時 發現這國旗上下顛倒 向指揮部反應才改回來 倒掛時間超過四小時 對於這疏忽 軍方表示 每天早上六點半都會升起 由於當下天色昏暗 加上新兵升起國旗時 沒風國旗沒飄起 才未發現異狀 事實上 倒掛國旗是種救援訊號 表示國家有難或是在打仗 沒有國難也沒有向敵軍投降 卻因為新兵疏忽 幹部沒有落實查證 即便立刻改了回來 難免還是讓人覺得軍計螺絲又鬆了嗎 記者 劉錦焦 央七號 多一軒 花蓮報導 秋冬流感人數激增 網路流傳 即使發燒感冒 喝熱可樂可以舒緩症狀 醫師說喝熱可樂其實就等於喝熱糖水 與其如此 不如喝黑糖茶 因為黑糖含有維生素更豐富 而至於要如何分辨 自己是感冒還是流感 口訣是一熱二痛三疲倦 流感高燒伴隨頭痛及全身疲倦 而且病程又快又急 治療 千萬別脫 清涼可樂 不只冰冰喝 竟然也能燒燒阿嶺 因為網路流傳可樂加熱趁熱喝 能治感冒舒緩發燒不適 我沒試過耶 不會想喝覺得好邪惡 其實熱可樂就等於熱糖水 加熱過程去除氣泡有助熱量補充 醫師建議要喝熱可樂不如喝 黑糖含有維生素猛新鎂 能補充感冒流失的電解質 但隨著秋冬流感來勢洶洶 該如何分辨自己是一般感冒 還是流感 流感發燒特徵就是高燒三十九度 另外伴隨著頭痛加上痠痛 尤其全身疲倦更是明顯 病程來得又急又快 一早才出現症狀下午就高燒 不只多休息專家建議感冒要多吃維他命C 另外補充百里香 因為根據國外研究 百里香能保養呼吸道抗菌抗病毒 預防流感不只打疫苗增強抵抗力 從吃做起 出國完收拾行李很重要 因為很不小心可能會被海關攔查 有一名媽媽就帶小孩要出門的時候 因為小孩要喝的牛奶 只好幫忙帶奶粉 但是呢把奶粉裝進夾鏈袋 這白粉一乍看之下有點像毒品 讓家長擔心這打包會不會被誤會呢 專家就提醒除了要注意登機的限制規範 粉狀物最好還是保留原包裝 盡量不要另外分裝 一包包白色粉末怎麼看起來有點可疑 不過別誤會 因為這可不是毒品 一名家長在PTT發文 要去韓國玩五天了 不過自己的小孩才兩歲半 早晚都要喝奶 帶整瓶奶粉 太佔空間 最後只好裝在夾鏈袋裡 但這樣上飛機實在好擔心 會被海關攔查 網友看了也全都笑翻 有人說你就現場吸壓 沒鏘掉就給過 或是可以問海關要不要來一包 但很多人建議最好 不要冒險 否則被誤會可就麻煩了 登機前都知道要先把水或茶喝完 但針對粉狀物品入境美國就相當嚴格 戴上機的份量不能超過三百五十毫升 像是粉狀藥品 銀兒奶粉 骨灰 都要事先通報 其他像是集容咖啡 蜜粉 乳清等等 都得放進行李箱託運 如果是在免稅店購買 也必須附上證明密封在袋子裡 專家也提醒 若過海關被要求打開行李 民眾應該要配合 將粉狀物倒一點點出來檢查 畢竟非安問題 非同小可 每個人都該乖乖遵守 記者李晴 陳明軒 臺北報導 昨天晚間在臺北捷運 誕生了第一百三十億人次的旅客 這是在板南線的中校復興站近站 松山新電線的新電站出站 這北捷就表示這名幸運兒的資訊 除了可以整年免費搭捷運之外 還可以拿到度假村價值八萬八千元的總統套房住宿券 而捷運的搭乘人次是以票卡近站的人次統計 再從有綁卡的會員裡抽出一中選一的幸運兒 第一百三十億乘客的前後 各五名乘客也都將獲得一張一千兩百元的都會通定期票 昨天的晚上 臺北市有一名計程車問獎 從敦化南路載客到南港 想不到媽媽帶小孩上車之後 男童在後座狂踹 踢到後方冷氣的出風口 問獎勸導之後 媽媽沒有幫忙約束孩子 甚至在下車前還撂了一句 要不要拿保鮮膜包住出風口 讓司機超傻眼 這影片曝光也引發熱議 媽媽帶小孩搭計程車 男童的腳卻在車上不停踹啊踹 沿路夢踢出風口 踹到全是刮痕 問獎不但降不停 媽媽也不管 下車前進還放大絕 要問獎用保鮮膜包起出風口 一句話讓司機大哥差點立志斷線 破網直呼 叫不了小孩就別帶出門 影片也引發網友熱議 但不止他不少問獎都遇過 超扯客人 我們有那個窗簾 站在那個鼻子就幫你 幫你站在那個地方 你看會好噁心 在你車上剪指甲 踢我的後背 家長也只講一次 再來那小孩就一直踢 腳踩上去 一講就要打架 奇葩客人白白款 司機大多都摸摸鼻子 避免紛爭擴大 但其實方人小孩失控狂踹車體 造成破壞 媽媽恐怕得負起責任 媽媽在法律上面是對小孩有指揮監督這樣的義務 媽媽有可能構成毀損罪的間接證犯 計程車司機也可以拒載這個媽媽跟小孩 禁止這個損害繼續擴大 就算車子只有輕微刮痕 問獎也能提起民事求償 不過若是遇到這款人體噴泉 還吐在車內基本清潔費一千可逃不了 噴在一風內再加兩千 大臣小黃還是將心必心 否則升了何氣也升了何包 記者中程良 黃玉蘭 特別報導 臺南有一名房仲出售一棟 十九年的透天錯 建坪六十八點二坪 售價一千八百八十萬 附近的民眾驚呼 這間是三死命案的凶宅 命案就發生在十七年前 女屋主懷疑男友和親妹妹 有不正當關係 狠心殺害 三人分別棄屍 在二三四樓 除了房子很兇 價格也超兇 開價一千八百八十萬元 並沒有低於行情價 也意外引發了網友討論 臺南中西區絕美透天社區 釋出四層樓透天錯 十九年屋開價一千八百八十萬 地坪二十二點零七坪 建坪六十八點二坪 一共五房兩廳四位浴 但這間是三死兄宅 就算不在意的話 這樣的價格也還是太貴 附近鄰居不可置信 三死兄宅的價格 卻沒有低於行情價 2006年蔡信女屋主 懷疑男友和自己妹妹油染 下手殺害 三個人不同死法 分別城市二三四樓 三死命案一度震驚外界 网友回應三條命 這一間狠派 死三個還開一千八百八十萬 價格更凶 這一間每一層都有管理員 幽魂三缺一等你來加一 更有人調侃自己 連鬼屋都住不起 因為它有這樣的一個 事故的一個原因 可能還會有一個 溢價空間 凶宅求出售 不管是房子凶 還是價格比較凶 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命案雖然過了17年 但還是讓不少人心驚驚 開價一千八百八十萬 也讓人驚嘆 但恐怕心理和財力都難以接受 記者賴關章 台南報導 髮型對女孩子來說非常重要 不過就有網友在網路上面提問 為什麼很少看到有女生把頭髮 連瀏海都一起往後綁起來 就像張子儀這樣 就網友就笑說 因為實在太考驗顏值和頭型了 髮型師也點出了 鵝蛋臉跟瓜子臉 這兩種臉型比較能夠 做駕馭這種乾淨俐落的髮型 路上女生髮型白白種 大部分長髮披肩 有些綁個翹立馬尾 但就是沒有這一款 頭髮往後綁連瀏海也梳到後頭 網友在Tcar發文 貼出一人張子儀的照片 提問為什麼現在在路上 很少看到女生 像這樣把整個頭髮綁起來 我覺得不行 因為梳上去的話 就是額頭形狀不好看 因為我的臉比較大一點 所以就是額頭比較窄 所以就不會露額頭 或者是綁起來 大多女生都不能接受 這種太乾淨的髮型 也有網友笑稱 要是長得不夠漂亮 綁這樣只會像個男人 這髮型考驗顏值和頭型 更有人自愁 我綁起來就冰馬用 到底有哪種臉型可以駕馭 藝人是為您 平時的她是以放下頭髮為主 多了些浪漫氣質 今年金鐘獎枕頭往後梳的造型 華麗亮相獲得一片好評 韓國女媳娜娜戲劇裡的她 大多都是長髮披肩 像溫柔大姐姐 昨天來臺 真偷往後書 滿滿高貴優雅氣息 只是一般民眾 像嘗試這種乾淨俐落的造型 可能還是得多加考慮 記者余扇行曹文寧台北報導 侯友也以合體黨內大咖 在臺北市辦萬元大造勢 展現出藍營大團結的氣勢 韓國瑜喊話 如果賴清德當選 臺灣就得面對戰爭 唯有票投侯友宜 才能維持臺海和平 至於外界憂心 藍白河一再卡關 曾經和柯文哲 一同絞逐台北市長的連勝文 語重心長的說 連他都能放下成見 促成藍白河 其他人沒有理由放棄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在眾人湧促之下大禁場 短短的幾百公尺路程 硬是走了十幾分鐘 後期 和鐵韓國瑜 馬英九 蔣萬等黨內大咖 和北市立委參選人們 一起大造勢 上萬名支持者急報現場 侯友和韓國瑜都一再強調 2024就是和平與戰爭的選擇 尤其民進黨之戰 支持台獨 賴清德說的務實的台獨工作 這怎麼會讓人民放心 他不引戰呢 當一個總統怎麼可以引來戰爭的 總統最大的責任就是必戰 我願意扛起責任 保家衛國守護中華民國 讓我們這塊土地能夠平安 這個和平鑰匙 在九二共識 不在台獨綱領 如果選了賴清德 我們將面對戰爭 如果我們票投好有疑 我們將擁抱和平 馬英九炮火全開 呼籲選民要用選票下架 貪腐的民進黨 各位看看民進黨執政七年 實在是不像話 國防 外交 經濟各方面都在倒退 缺電 斷電 缺氮的問題 還沒有完全解決 很難想像一個政府 要做得這麼爛也不容易 這個時候不讓它下架 真是沒有天理 要政黨輪替藍白核是當務之急 而國民黨提出日本模式的小雞 學母雞 柯文哲原本接受去反悔 藍營這麼喊話 為什麼變了 是他的主戰派又影響他了 國民黨的實力 集成動員能力 你要考慮進來嘛 你要贏5%以上才算贏 而柯文哲還是把球丟還給國民黨 因為我們已經說出我們的想法 剩下是國民黨要去回應 在國民黨裡面 不會有人比我跟柯文哲有更深的恩怨 連我都願意放下自己個人內心的仇恨 來促成藍白核的話 我相信我們不到最後一秒鐘也不能放棄 畢竟這是絕對會贏的一個模式 藍營認為無論如何藍白核都不能輕言放棄 因為是否能實現政黨輪替 就在主帥的一面之間 國寶級蒸汽火車DT668重出江湖 大批鐵刀粉絲為之瘋狂 民眾拿手機搶拍一秒不放過 沿途取景捕捉國王號蒸汽火車的聲音 更想聽老火車的汽笛聲音 車票一開賣就被秒殺 他也成為彰化跑水節的最大亮點 火車拉名汽笛準備進站 大批鐵刀迷拿著手機平民搶拍 為的就是捕捉這難得的瞬間 火車冒出染眉白煙 鐵刀迷沿線卡位 不只要捕捉他的聲音 更想聽老火車汽笛的聲音 伴隨民眾歡呼聲 高調進場的就是一台 蒸汽火車界國王DT668 是台鐵最大型牽引力 噸位最重的車型 車輪還高達82歲 我從來都吸引過來的 就是希望他如果進來 可以不是最好的 為配合二水國際跑水節開跑 蒸汽火車頭DT668重出江湖 在遊客前往八寶寸跑水 一開賣就被秒殺 也成為二水跑水節的觀光亮點之一 記者賴宏偉 黃山復 黃山彰化採訪報導